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要為各位做精闢分析的是 神魔之塔與獵人系列合作的卡牌 目前官方在FB粉絲頁都陸陸續續發布了一些消息 我目前分析的應該是屬於小獎的部分 應該算是小獎的部分 首先我為各位做分析的是 這個吸索 隊長記者人類是3 隊伍裝只有人類成員 人類攻擊力4.5倍 雙隊長的話是20.25倍 倍率基本上還好 但是他有個心肩90%其他屬性符石效果 而且可以疊加 但是他唯一的缺點是 他這個心符石沒有藏住 藏住產星的一個卡牌 目前我想不到 如果想到觀眾可以提供在留言下方告訴我 因為你要藏住產生心符石才會強 就像易仙那樣 因為他也限制說只有人類 所以人類的部分 我們目前是想不太到 有可以常駐 生那個心符石出來的卡牌 如果有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沒有的話就很鳥 所以隊長記的部分 我們目前先觀望 主動記的話 身作自在的ICD6 一回合內全隊攻擊1.2倍 根據開始轉租 及結束轉租的位置和距離 位置的距離 所以他這個好像不是我拉到哪裡算哪裡 那變成是說 例如說我對角的方式可能會是最遠的 例如說我最左下方 移到最右上方 因為他說9格距離 那 那 應該看起來是沒有9格 所以我希望他這個距離 是能夠 設定在是說我經過的距離 如果這樣的話 這樣卡牌就不錯了 這樣卡牌抽到也不至於是雷卡 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可能轉一轉 有時候我可能 轉了我結束是在我旁邊 那怎麼辦 那就1.2倍了 那這樣卡真的就有點雷到了 所以這個到時候 我會實測給大家看 最大3倍是不錯啦 CD6也不錯 都短CD啦 所以這個距離的判定 這個到時候我會測試給大家看 OK 那隊伍技能的話 就是念能力 這個影的部分 跟庫拉皮卡是一樣的 一回合內 隊長的攻擊 無視敵人防禦率 他方式條例是以吸手當隊長 要昇華 要昇華 那他會消耗50點的龍脈儀 50% 50% 這個部分就是拿來破防 算是功能 功能型的一個技能 所以這個還OK 那隊伍技能的部分 他是跟庫洛洛 做搭配 庫洛洛和吸手 在對 在隊伍當中的話 三圍他們會提升 最左 只有一隻 庫洛洛及吸手 最左邊的那兩隻 他會提升三圍 那以上這個部分 是吸手的部分 吸手的部分 那 官方還有釋出一個 一耳迷的技能公布 隊長技 人類之力量 隊伍裝只有人類成員 人類攻擊力四倍 四次十六倍 基本上我不解釋了 這倍率太弱了 所以他這個不是重點 那主動技 真人CD9 有點長 但是他這兩回合內 是敵人 全體 無法動彈 效果期間 的時候 與每回合結束使消耗 敵方現在10%生命力 所以我只是把它 試做一個 算是比較短CD 因為CD9而已 短CD的控場卡 所以這張卡牌 拿到的話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就是短CD的控場卡 那個消耗 注意一個 消耗 每回合結束使消耗 敵方現有的10% 所以對我而言 這個 10%還好 沒有什麼太大的感覺 所以主要是 控場的部分 那 在剛剛官方也釋出了 這個 雷歐力的部分 雷歐力的部分 隊伍中只有 人類成員 人類攻擊力4倍 也是沒有用的一個技能 4倍現在對來講 倍率太低了 主動技 念 念犬CD8 一回合內 火 木 星 兼具水浮石效果 個人追打自身攻擊傷害 3.5倍 水屬性攻擊一次 這是追打的 所以3.5倍加上我自身的傷害 所以是4.5倍 而且 只有個人 個人追打一個小小小界王 這個還好 那主要我要看到他的比較好的地方是 火 木 星 兼具水浮石 算是 例如說 我是水隊 我要解成就 但是 敵人可能是累積消除火 累積消除木 累積消除星之類的 的話 這張卡牌就很有用了 所以這張卡牌入手 你也不要想說很雷 我覺得他算是 讓我們幫助我們通關的一種功能性卡牌 因為他CD8而已 我知道 可能有人會說 我用狂魔啊 可以去檢舉 沒有錯 可是他這個是短CDCD8的部分 我覺得這個 這才是他真正優勢的地方 所以雷歐利抽到的話 我覺得也是 就是你要看關卡去放 那 看之後官方還不會釋出其他卡牌的消息 目前的話就是 以這三張卡牌來做精闢分析 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留言下方告訴百姓 百姓 都會以 如果啦 我不敢打包票啦 可以解決的 我會盡量幫大家回答大家的問題 OK 好 那以上就是 這一次 獵人這個三個 應該算小獎的部分的精闢分析 好 我是平白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隨時可以說到我最新的消息 我是平白姓 記得分享給你們 K O